大家好 我是通風老饕 玉胖體質的尼琪 吃美...沒有 今天...不吃美食 今天要來喝飲料 水水牛特輯 地公生日 送你們全套水牛集結企劃 告訴你們地公平常都喝什麼飲料 凡間不囉嗦 一間就是兩杯 我平常呢 別人問我要喝哪一家飲料 我是都可以的 因為在每一間飲料店 我都可以找到我自己想喝的飲料 我說地公我們來拍自己好了 直接在這個時候 剛好是你生日可以上線 但我想知道的事情是說 你可以幫我提幾家 我們看可以喝幾家嗎 他給我35家 35家 一家兩杯要怎麼喝得完 要拍兩年嗎 所以我們最後精選8家 有辦法 我信手年來就那麼多家 那我們就出發 早安 我們現在來到的是 甘蔗媽媽 甘蔗是我很喜歡的一個品項 飲料店通常有甘蔗青啊 甘蔗紅 甘蔗檸檬什麼 我都會點 甘蔗媽媽呢 她甘蔗吸飲料都不能調甜度 不能調冰 然後我們都是喝少冰 甘蔗在裡面加了什麼 甘蔗檸檬跟青茶 這三個撞在一起很好喝耶 她不會像甘蔗檸檬那麼濃厚 但又沒有甘蔗其實那麼清爽 她就是借在中間的一杯飲料 另外一杯甘蔗檸檬也很好喝 老超點的 在這裡 我自己介紹 沒有 我也可以介紹啊 我自己介紹 我來甘蔗這邊 我就是一定要喝到甘蔗檸檬 因為 它的甜跟外面果糖 糖漿的那種甜不一樣 它的甜就是有一個蔗香 我來這邊就是要喝到甘蔗原汁 可是如果只有純甘蔗原汁 就偏無聊 我還是很喜歡檸檬的味道 所以甘蔗跟檸檬 撞在一起 我就是很喜歡 尾韻這樣 是甘蔗汁的香氣 老師說其實我也很喜歡你的甘蔗檸檬 我的媽 我的媽 色色發抖 我自己在點飲料的時候 就盡量點點看 利公沒那麼喜歡喝的 但這沒辦法 我就是喜歡他勝過雨 被利公喝掉 所以我還是會點 這間是武童號 然後我點的是荔枝冰茶凍飲 大家會知道武童號 應該比較多人會喝的是 武童茶加杏仁凍 或者是聽說它的泰奶也很有名 但是我們比較喜歡喝的是 它的水果系列凍飲 然後它的凍飲是加的是綠茶凍飲 凍飲茶喝 武童號只會喝凍飲 不會喝別的嗎? 我有試過喝別的 但是我最後還是會回歸水果凍飲 它的綠茶凍飲切得很大塊的那種 所以你一吸進去的時候 就會是滿滿的茶香味 然後再加上一點水果甜甜的味道 因為我喜歡水果 不管是糖葫蘆啊 草莓糖葫蘆 之前沒有特別講過 現在一直告訴你們 我會一定要喜好就是 有蜜桃 就一定是蜜桃 那我就是蜜桃女孩 大家知道嗎? 我就是peach girl 我喜歡嘴巴有那種蜜桃的香氣 不管是黃桃白桃 還是水蜜桃 只要是蜜桃類的 我就很喜歡這樣子 別間的蜜桃比例都不對 它最深的我心的就是 蜜桃冰茶凍飲 它的蜜桃冰茶凍飲呢 除了剛剛蒂公說的綠茶凍之外 它其實茶香本身不會色 它這就是比較輕盈 綠茶感的輕盈 冰湯不是很常喝綠茶的 但是清茶類的 這個感覺 我覺得非常好喝 你剛剛蒸眼說瞎話 我說我要喝一口 他不給我喝欸 你知道他說了什麼嗎? 我說我沒有喝過 變成清茶的冰杯是你喝的吧 它那蜜桃因為已經泡在水裡面 所以吃起來真的有那種 水蜜桃泡爛的那種感覺 很好喝 它吃得到蜜桃的果粒欸 欸不是那種硬硬的喔 也不是那種罐頭水蜜桃喔 我還有一杯是純茶類的 也是蜜桃口味 可不可 嗯 不要覺得連不上喔 屁桃就是這個感覺 對 屁桃 這家是在遼寧夜市很隱藏版的一間 果細茶 這間的特色呢 它是會用當季的水果加上它的茶 去調的果茶 然後聽說它的茶也是很厲害 但是因為我很喜歡喝果茶 所以我今天呢 就點了三杯 三杯 三杯 西瓜紅 葡萄青 巴勒青 第一杯西瓜紅 它好像是招牌 他們這家主打的好像就是 果汁類加茶 因為全部我都是看到小農果醬 小農果汁 它真的是西瓜汁加紅茶欸 你喝喝看 好 就是紅跟西是拌拌的感覺 沒有誰搶過誰 因為平常我們是西瓜汁加水 你就會覺得這西瓜汁怎麼水水的 沒那麼好喝 然後如果是純西瓜加醉冰 就會很好喝 西瓜沙很濃 但這個是西瓜汁加紅茶 所以它紅茶的茶感 你不會覺得那個很水 你反而是後運來一點茶 所以很順 很像是西瓜口味的紅茶 不是西瓜汁 而且它沒有那種西瓜汁的渣渣 就是很順 所以它其實就是紅茶 對西瓜口味的紅茶 很想很好 嗯 謝謝 封你為我的那個助教 通常我是蜜桃 葡萄 葡萄 荔枝 蘋果 巴勒 想說來點不一樣的 試試看巴勒 今天還沒喝到 好像反抖自己套的巴勒綠喔 就是桌上有沒有 只剩下一點點巴勒 啊也不夠湊八芒流 我覺得這個跟大院子有點不太一樣 大院子呢 是你喝得到果肉的果泥的感覺 所以你主要是喝那個水果的果泥香 但是這個呢 我覺得它已經把果香跟茶混在一起了 所以它最主要是喝到茶的那個口味 就等於是巴勒風味的綠茶 完蛋了完蛋了 被他喝到我完蛋了 我的巴勒綠不飽了 我覺得它這間的特色 真的是把它兩個融合得很好 你講得很好 謝謝 不用客氣 它水果可以配三種 就是可以配紅茶 青茶 或者是金萱茶 我們自己呢 再點了一個葡萄 那它有說是巨峰葡萄喔 我覺得它都會把渣濾掉欸 不然就是它 像它說的它是用果醬 我覺得它的果茶 都是走那種心平氣和 很有氣質款的 好喝的果茶 不會過甜 然後你不是會吃到果肉 也沒有蘆薈來當作你是葡萄 葡萄最喜歡用蘆薈當果肉吧 很順很順 我覺得很好喝欸 而且剛才遇到陶客 陶客跟我們講的秘訣 當季是什麼 就喝什麼 我在用頭 果然是陶客 陶客果然聰明 那妳要推薦哪一杯 我再重喝一下 因為我要很慎重的做這個決定 畢宮推薦 西瓜紅 我也覺得是西瓜紅 我覺得這個在外面 真的沒有人 給妳用西瓜這樣子混茶 但是我覺得如果我可以再選一杯 老頭推薦的話 我會選 巨峰葡萄 我覺得 這是外面的香精仿不來的 真的很好喝 很順 但它不是特別驚豔的那種 不是特別驚豔 它就是隔壁斑長得很漂亮的東西 對 至於拔辣 我還是喜歡喝斑德塔 接下來這間就是 油飲 我非常喜歡它的 碰糖系列 尤其是妳在現場喝的時候 它會整個整個整個 直接可以看得到碰糖 碰糖好像是那時候有魷魚遊戲突然流行起來 回歸古早味 對 然後它就突然出了 然後剛好又很好喝 只能說這個浪沖得很好 直接沖在碰糖的浪上 然後變成 遊影的招牌就是碰糖 而且它魷魚遊戲也過了一兩年有了吧 直至至今它不是期間限定 它賣到現在就代表它真的很厲害 你嘴巴現在有什麼意思嗎 因為我超級喜歡喝他們的碰糖奶摔紅 奶摔 碰糖奶霜紅 因為我想追求的就是這感覺 他們的 有點可愛的感覺 對 就是有點刷可愛 因為他們的奶霜有夠厚 有夠濃 有夠好喝 有夠肥的耶 然後他們在喝那個奶霜的時候 有的時候會咬到碰糖 咬到碰糖的感覺是我在別的家店都喝不到的 因為碰糖有點脆粒感 然後脆脆的 然後有時候你是咬到冰塊 有時候是咬到碰糖 就這樣 脆咖脆咖了 我就覺得非常好喝 而且它的奶夠厚 它底下配的又是那種古早味紅茶 古早味紅茶就是要甜到底 我覺得古早味紅茶在撞上碰糖 他們就是同一個宇宙的東西 撞在一起就是會好喝 非常的match 越來越可愛囉 越來越厚 我跟妳說喝這個飲料就是要長這樣 對 不要在意路人的眼光 重要的是妳喜歡的那個人會幫妳這樣 我覺得它直接切出一個手搖飲料沒有的市場 就是碰糖 甚至是跟古早味整個連在一起 而且它的紅茶也是古早味紅茶 沒錯有在用腦袋 剛剛那一杯奶霜呢 是我們都覺得最好喝的 然後我就很喜歡點一些其他的東西來嘗鮮看看 然後剛好它這次那個碰碰系列有出一個碰糖雪球 就是加碰糖冰淇淋 你在找冰淇淋嗎 嗯嗯嗯 這種找法你們有找過嗎 它這個冰淇淋應該是碰糖香草冰淇淋 你看那個顏色 它為了這個還特別做 對不是一般的香草冰淇淋而已 因為它可能是加了碰糖 有一種碰糖冰淇淋的感覺 它不是乳感的 它在你的嘴巴裡面 舌頭一鳴就這樣 掛掉 所以我覺得很好喝欸 它真的是雪落 它不是冰淇淋欸 嗯 它是雪落欸 嗯 但是還是有香草味 很像古早把布香草冰淇淋的那種 但是我先說古早味紅茶 沒有人在喝沒有糖肉 我是建議無糖妹妹弟弟 都不要喝古早味紅茶 因為你會被那個色給嚇到有 有色 我覺得遊影最出色的就是 有糖的古早味紅茶 再配上它的碰糖 撞上去 碰碰糖的感覺 特別是夏天清爽感的 但如果到現場我還是會喝奶霜 因為我喜肥 看你想耍胖還是耍清爽 再來是地宮強制入選的 平凌手 平凌手最讚賞的一點就是 它是用茶葉茶 茶葉茶的意思就是 它不給你調甜度 它就讓你喝茶的原味 不管是紅烏龍啊 蜜香烏龍啊 或者是它的金軒茶 或者是紅玉紅 你就是可以喝得到台灣茶的茶香 我就是要喝茶香就是要找平凌手 然後第二個呢 我覺得最讚的就是他們的茶磚 它呢不是給你一盤冰塊 也不是把冰塊灌滿整杯 它就直接用茶磚 也就是說你喝到它的時候 不會減少它的濃度 我自己最常點就是蘋果紅玉 因為我個人就是喜歡紅玉 你們是紅茶派還是綠茶派 我就是紅茶派 蘋果紅玉我這樣BOX 塑進去 一下就會喝完 輪不到給地宮喝 各位你想喝你朋友的蘋果紅玉 要自己抓時間啊 要抓時間啊 我應該會馬上喝完啦 它連蘋果紅玉都有紅玉的茶磚 但是它不是那種超級香濃款的喔 它就是淡雅清香 它的普爾拿鐵也是有冰磚的那種 我先喝一口汗 我跟妳說地宮都不想解釋 所以它就想直接先喝 它是那種奶味當前 然後最後再給你一點點普爾茶的那個 底韻那種香氣 然後你會覺得很潤很順的那種口感 那妳要分我喝嗎 我跟你們說平凌手就是要用鋼吸管 鋼吸管喝茶超冰超好 一開始是平凌手的店員推薦我們喝的 然後一喝到我有點嚇到 就是怪好喝的 喜歡喝普爾的人我覺得就會喜歡 但是一般年輕妹妹不太喝過普爾的 可能會覺得很怪 但是你再多喝幾口它會變好喝 因為普爾就是有一個臭波味 就像臭豆腐一樣會喜歡那個臭勁 有些味道越臭你就越喜歡 像是什麼 哈哈哈哈 味 這個杯是珍竹丹的青寧桂花釀果果 我怕大家不知道果果是什麼 果果就是櫃 婚櫃 比較可愛一點的講法 我怕大家以為果果在那裡 我恐怖 我恐怖 你們喜歡喝就喝沒有問題 完全沒有問題 但是這一杯真的是非常隱藏又非常好喝 我們平常呢是點三分糖 但剛買的時候店員建議我們點一分糖 三分糖的話是桂花跟檸檬的味道會非常濃郁 然後降到一分糖的時候 反而是那個桂花的清香味有再更突出一點 我也覺得蠻清爽的 這個的桂是滑欸 就像你去吃剉冰店 有些人的烘櫃是很Q的烘櫃 有些人Q烘櫃是很滑的烘櫃 有些人的烘櫃是黑糖烘櫃 有些人是黃色烘櫃 他們可以做出全新不一樣的櫃感 這一杯是之前我弟從公司回來 推薦我們說這杯很好喝 然後我一喝我就跟老超說 我想要發IG 我能想像它的這個櫃 如果是躺在桌上很快的 我覺得它是這樣子 倒下去躺著的 像變形怪一樣 這樣子在你的喉嚨這樣子躺下去 然後很水 很像仙草有分 凍仙草跟嫩仙草 但是我們這次沒有介紹櫻木 只是因為櫻木熱蝦它太紅了 它還是非常的好喝 我們想要介紹這一杯 有點隱藏的貴貴給大家 好吃 真的很好吃 謝謝弟叔 跟雨神出門終究會是下雨的 我們就躲到這兩瓶下 以為不會下雨 結果還是該來的還是來的 這間是約翰紅茶公司 它最有名的就是它的奶茶 然後我的清單裡面覺得 一定要推薦奶茶給大家 所以我就想到這間約翰紅茶公司 所以它應該要改名叫約翰奶茶公司 對耶 喔 那有魚 第三個主場啦 然後這一杯是老饕最喜歡的 生乳濁香紅 然後我也很喜歡 所以它等一下可能會很危險 被我喝掉 會不會 我跟你說每次生乳濁香紅 我就說我是要生乳濁香紅 不是什麼生乳紅茶 都不對就是生乳濁香紅 這個你的字是有點刺在我手上的 哈哈哈哈 又來了 這一杯很英倫 就是它的紅茶底 有點糖檸茶那種 高級英倫的香氣 有點伯爵茶去的 有時候會有點淡淡的柑橘香 有時候會有一點 就是 滾那種英式紅茶喜歡的那種味道 所以喝起來很高級 然後它的上面的奶呢 也泡沫非常細緻 跟剛剛那種後奶 濃奶蓋是不一樣的 它是細緻奶 但是也是很順的那種 會這樣 直接到黃宮裡面 黃宮手搖 它的Size也是黃宮Size 價格也是 價格真的也是黃宮價 喜歡喝奶味比較濃的 所以我今天點的是主濃納提 這杯就是也是非常有氣質的奶茶 我記得我之前喝過魚果納提 我沒有那麼喜歡 是因為它的茶味真的是偏濃 但是我喝奶茶是喜歡喝有真的奶味 鮮奶的感覺 它奶茶不是像平常我們喝蒸奶那種 它是鮮奶典氧的 對 鮮奶 然後這個厚度也有 是可以喝完整杯 然後不會太甜膩的那種奶茶 然後我們點的是三分糖 然後我的奶好像噴到鏡頭了 哈哈哈哈 就給超客們也喝一點囉 接下來這家是金茶舞 我們一開始會找到金茶舞 是因為我們來逛樂華夜市 其他地方我們都喝得到粿嘛 但這邊的粿都是用水果去做的 然後那時候除了蜂蜜Q粿之外 我最愛的就是荔枝Q粿 所以我個人必點必推的 我是荔枝貴妃 我就是要點荔枝果茶 我個人很喜歡荔枝啦 除了水蜜桃之外 我很愛的還是荔枝 它的Q粿本身是用荔枝果肉去做的 吃起來有點水感水感的感覺 我個人是紅茶派的 熟成茶派 但是這杯我是完全可以接受它是綠茶 因為搭上荔枝的感覺 荔枝配綠茶 但是一定要有什麼 我最喜歡的是這一杯紅茶Q粿 它的紅茶Q粿Q粿是用蜂蜜做的 然後它的紅茶又很順 原因是因為加了Q粿之後 你的紅茶就會變成像蜂蜜紅茶一樣 有點帶點那種微微的蜂蜜香就很好喝 我推安城 它直接迷上金茶屋 他們打球有沒有 球友 有人住在這附近的 中永和的 他們每次都叫球友 帶一杯 不止帶三杯 來 浪費回家 全身濕 結果到家雨就停了 雨神正沒有要讓我們好好結尾 本來我們的計畫就是最後一間 我要去可不可點我最喜歡的 菸汁紅茶微糖掃冰 它是我首謠界的第一名 菸汁紅茶就帶一點淡淡的蜜桃香 我超愛的 如果第二杯的話就一樣是蜜桃女孩 所以我會喜歡五同號的蜜桃冰茶豆泥 這是我的有料茶第一名 然後第三杯 有飲的碰糖奶 雙紅 我覺得它又古早味又有碰糖香 然後奶蓋又好喝 所以這三杯是我個人 我個人的推薦 我今天其實一直就在想說 我要最後總結要推薦哪些給大家 我覺得我做不到 怎麼可能只喜歡三杯 不可能啊 不可能只選三杯是不是 不可能 所以你就正式宣告 我正式宣告我是飲料渣 什麼都愛 非常抱歉 沒關係 那大家就繼續敲碗 反正有下一集 它就可以繼續再公開 或者是你們自己有什麼口袋名單 或者是哪一間手搖店 你一定會必點的是什麼 或者是有隱藏版 或者是有公開的 你就是愛死了 沒問題 全部都可以留言 希望我們去喝的就留言 我會去喝喔 我真的會去喝喔 一喝到好喝飲料 我就想要PO老濤的IG 甚至不是你自己的 大家也可以追蹤IG 不過喝到好喝的飲料 就會跟大家分享 那我們就下次見 掰掰 希望大家喝飲料的時候 都不會被雨淋到啦 地公在平頂手的時候 遇到困境了 我困境 因為我想要喝 它的蘋果紅玉 有人點了就好 然後 普爾拿鐵我也很想要喝 也會想點 然後但是有時候 奶又不是你 就是在天氣很熱的時候的首選 所以又會想要點唇茶 它沒有辦法推薦一杯平領手 我沒有辦法耶 給你們看一下這個雨 基本是颱風天了 真不愧是 水水流特輯 我要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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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說 確實今天看到APP上面是有寫會下雨 但是我就覺得 那還好吧 只有這個心態就不行 狂風暴雨耶 好扯喔 五天同慶 畢公生日快樂 耶 好扯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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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扯喔